台湾花莲县21号的晚上近7点钟 发生5.3级地震 当地的接向部门预计未来的三天 可能会出现有规模4.5至5级的雨震 地震发生在傍晚的6点49分 震中是位于花莲县秀陵乡 震源深度大约20公里 花莲 南投 台中以及宜兰震度达到4级 而由于属于浅层地震 台北及新北地区高楼较多 再加上盆地效应 感受都比较摇晃 台北的街场捷运停车两分钟 确认无印状之后恢复行驶 但是车速就降至每小时40公里 半个小时之后恢复到了正常的速度 捷运公司就统计 一共有约20列车 约1万名的旅客受到了影响